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列车正在一路轰凝着穿越寂静的荒野 它一共携带26节车厢 总长达365米 拉着1300吨的木材驶向160公里外的造纸厂 每天运送的货物价值高达5万美元 期间需要横跨险峻的山谷和繁华的都市 每一趟都需要司机格外小心 其中一根木材的掉落都有可能造成严重的伤亡事故 这种列车又是依靠怎样的技术来预防凶险 今天就一起走进挪威的运输之旅 感受一下这列犹如大历史一般的荒野列车 从大功率的牵引电机 再到后卢坦克的装甲外壳 挪威中部到处都是广袤的树林 它也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工业造纸业的立身之本 位于布斯克旅郡赫诺福斯的一座小镇上 很多人以从事伐木和运输木材为生 这些木材每天通过列车运往挪威南部 160公里外有欧洲最大的造纸工厂 它们为世界各地的出版商提供一流品质的杂志纸 只有每天原人不断的木材供应 才能维持工厂的运转 对于列车司机来说 这160公里的路程跑起来并不轻松 在危险的地形下 一切都要依靠这列超级坚固的货运火车 早上7点 木材工厂的数目全部准备妥当 工人只需要4个小时 就能将26节火车车厢全部装满 每一节车厢可以装下49吨 整个装载过程全程不需要人工搬运 只需要两部插车将木材牢牢地抓住 然后有序地放进车厢 对于一列普通的列车来说 这么多的货物肯定是无法撼动的 但是这部列车是来自于Railpool 它是欧洲最领先的轨道车辆租赁公司之一 它拥有4台强劲的电动马达 比4台特斯拉Model更强大 26节车厢 每一节都有12个伸缩抓手 它可将长形的木材稳固地夹在中间 每一个抓手可以身高至2.4米 工人需要在车厢装满后依次检查 确保每一根木头都安放平整 如果列车开到繁忙且人流众多的区域 一根松动的木头就能酿成巨大的灾难 上午11点列车准时出发 接下来的任务全部落到尼斯基桑德拉的肩膀上 它需要确保列车不出意外 并准时交货至造纸工厂 满载1300吨的木材加上列车的自重 足足有1700吨的重量 这就要火车具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拖动 牵引动力则由一个高导电性的牵引臂 从缆线上吸取15kV的电压 经由四台电动马达 产生的能量足以让满载的列车 最快跑到100公里每小时 此时桑德拉启动引擎 随着一声咆哮的斯民 列车踏上了一天的工作旅途 每一节车厢之间是依靠连轴气箱连接 刚开始起步的时候需要缓慢的加大马力 对列车力量的控制 需要司机长时间的经验机位 这也是挪威最长的木材运输列车 26节车厢的总长度比埃菲尔铁塔还要长 前方的地形充满危险 从木材工厂出发 首先必须绕过峡谷 沿着危险的河流弯道行驶 最后再翻越陡峭的山坡路段 才能到达南部城市的造纸工厂 这座小镇建在贝尼亚河畔 铁路沿着蜿蜒的弯道而行 挪威境内有许多河流纵横交错 这些巨大的蜿蜒水道穿过九陵乡村 这也是当地最具标志性的自然景观 如果过弯时的速度太快 列车就有脱轨的风险 前方的道路更是沿着湍急的大江蜒蜒而过 自蒸汽机车发明以来 传统的客运列车通过弯道 主要依靠圆锥形的车轮 到达弯道后 外轮上升到更宽的锥体部分 内轮则下降到更窄的部分 这样一来外轮的行驶轨迹就会更远 火车就会沿着弯道做曲线运动 但是面对1700吨的重量 仅靠这种轮子就像安全过弯 显然行不通 这需要全新的技术支撑 在90吨的车头下面 有两个灵活的转向组件 有四个钢制弹簧连接 每个车轮上还有两个较小的弹簧 来吸收上下颠簸带来的冲击力 冲击力又被上面的液压活塞吸收 这种设计就保证了列车 在过弯的时候不会脱轨 这些木材最终会运到这家工厂 它们能够制造世界上最高品质的 无编码杂质纸 每周的产量达到1万吨 占世界总产量的14%左右 首先当木头运来后 有一台巨大的包皮机将树皮清理干净 然后再把树干切割成木屑 接着将木屑磨成纤维丝 再将纸浆与水混合后形成纸基 最后由滚筒机器压制成纸张 它们将纸浆一次又一次的压平和压缩 最终形成纸成品 巨大的市场需求 就必须要有源源不断的木材供应 回到轨道上 桑德拉驾驶列车 正遇到一个高出30米的小山坡路段 并且整个路段持续1600米 如果光靠列车的加速是很难完成爬坡 这需要高科技的加持 在平地上 列车每匹马力的拉力是卡车的5倍 但是爬坡时沉重的负载 会让列车有往回拉的力量 此时光滑的铁轨上缺少足够的摩擦力 一旦大雨就更是灾难性的后果 由于在每个轮子的前面悬挂着一个金属盒 它可以装50升的沙子 盒子的中间还有一个加热管 它的作用是保持沙子的干燥 上面有一个压缩机将压缩空气射入沙箱 然后沙子就会从车轮旁边的孔里弹出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给光滑的车轮与铁轨增加摩擦力 从而完成陡峭的上坡路段 沙里的石英颗粒比刚还要硬 因此对车轮部件的损伤也在所难免 日常的保养就显得格外重要 维修厂里 工人每年要修理超过1000辆这样的列车 挪威很多列车经常撞到野路 发生事故后被卷入车轮底部 从而造成相关部件的损毁 特别是喷砂箱的损坏 如果不及时的修理会有严重的安全形式隐患 李斯基驾驶着26节车厢的列车已经过了一半的路程 前方他要经过人流量聚集的城镇车站 后面承载着1700吨的木材 经过每一个路口都要全神灌注 与任何车辆或牲畜相撞都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所以斯基说 在这种路段 不管有人没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多按喇叭 为了预防事故对列车造成的损失 在车头的底部安装了一个缠斗 他能将任何阻挡的物体推开 在他的上方有两个带弹性环的缓冲器 能够将一辆小汽车轻松地弹开 围绕驾驶室安装有高强度钢制成的保护墙 防止在发生意外的情况下 保护列车司机的安全 这辆列车的重量是普通列车的三倍多 这就意味着刹车距离也要远得多 每当工作日的时候 车站的繁忙程度让人生畏 每个小时就有30多趟列车进出 所以当木材运输车进入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司机必须保证列车的平稳前行 为了避免致命的碰撞 一切都需要依靠车站的调度室 所有列车的运行路线全部在大屏上显示出来 调度人员必须要监控和控制 每一趟列车的时间节点和运行路线 为了避免木材运输车经过车站时发生意外 当它每次进站前通过绿灯时 轨道就会感应到车轮 然后把绿灯变成红灯 这样列车通过后 就留下了一排禁止通行的红灯标示 这就为后面任何一辆列车预留出了安全的距离 如果启动轨道上的红色发射器 向列车发送一个命令 就会自动实施紧急刹车 有了这些措施 就能确保近站的列车平稳有序的运行 所有这些保障的实施都来自于写的教训 2002年1月4日 两列客运列车狭路相逢发生碰撞 造成19人死亡的重大事故 之后工程师就在美列火车上 安装了自动刹车系统 通过繁忙的车站以后 列车继续前进 接下来要通过挪威最长的水道 格洛马河 所以留给列车的轨道就是曲折蜿蜒 如果不及时地进行速度控制 就会造成后面车厢 机具巨大的缓冲动力 最终脱轨 早期货运列车的每届车厢 都有一个刹车 不过需要手动控制 到了1869年 乔治·威斯汀豪斯 发明了一种空气动力系统 驾驶员直接操作 就能让各火车车厢连续断电 这种设计一直沿用至今 断电后车厢失去动力 再加上刹车制动力 就能安全地进行下坡转弯 但是对于路途较长的刹车距离 制动盘过量发热 久而久之就会磨损刹车片 所以还需要通过控制马达来控制动力 原理就是减低转子旋转磁场 来抵抗转子的运动 使它们减速下来 通过重重考验 这趟驶向造纸工厂的木材运输列车 终于到达了目标地点 但是造纸工厂位于一个小山坡上 这下列车必须要倒着开上去 这也是整个行程当中最艰难的考验 火车车头 从另一条轨道上绕行到车厢的尾部 连接好以后开始倒着推动车厢 26节满载的车厢重量 相当于230多头非洲大象 随着天色的渐渐变暗 它们终于完成了这趟运输任务 这种运输任务在这里每天都要进行一次 以确保造纸工厂持续不断地运转